一只猴鬼正在河边闲逛 突然发现树下有只二角兽正在休息 旁边还放着喝剩下的半瓶可乐 这大夏天的 正好可以解解渴 猴鬼手脚并用 非常熟练地打开了一个空瓶子 还有两滴不要浪费了 就在这个时候 树后面的二角兽开始搞事情了 只见他拿出一个老骨头套待在头上 还是一摄影师不要发出声音 紧接着 他慢慢悠悠地靠近猴鬼 此时猴鬼喝得正欢 可以转头 我丢 这他瞄得哪来的老虎 差点把老子屎都吓出来了 猴鬼被吓得丢下可乐 撒鸭子就跑 估计这半瓶可乐就是这货放在这里吸引猴鬼的 二角兽完全没有尽兴 一直跟在猴鬼屁股后面 这个时候 猴鬼好像发现了哪里不对劲 这只老虎怎么有这一张人脸 它猛地扑上去 想要看清楚这货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估计此时此刻他俩心里都害怕 二角兽趁机做出了恐吓的动作 这下猴鬼彻底怒了 上演了五龄绝学 猴子偷逃 你他喵的 老虎我见多了 你个老六 还想扮老虎吓我 再过来把你蛋蛋腿摘了 二角兽见猴鬼没有上当 于是又搬来一面镜子 他拿着镜子直立在猴鬼面前 我丢 又是你这个老六 你他喵的还没完没了 哎呦我去 这是啥呀 里面怎么还有一只猴鬼 跟我长得还挺像 看看我这大獠牙 吓不吓人 哎 别走别走 再看看我这屁股 这颜色咋样 够骚气吗 赶紧滚吧 你个傻猴子 紧接着 二角兽诱惑获起了狗圣 他把老虎头套 带在了二狗头上 然后悄悄地 把他放在狗圣身后 此时狗圣正入神地 看着前方的妹子 突然 我丢 有老虎 狗圣的举动 把一旁的二角兽 逗得哈哈大笑 你这个老六 真的比狗圣海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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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比狗圣海狗